接下來節目中年好聲音 就會轉時段 在星期日晚上八點半播出 這個星期繼續 二十強進級十八強的歌人戰 知曲兒、硬知恆 吳大強耿大熱 將會在這集出展 將遠去 走出漫月的夢裡 你存在 我深深的腦海裡 我的夢裡 我的心裡 我的歌聲裡 磕在我心裡 的名字 忘記的時間怎會是 於是懷疑說了 一次就一輩子 今天我挑選了一首歌 也是一首電影的歌 就是磕在我心裡 的名字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是不是有個人是真是 就是你心底裏 心底裏 其實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這首歌主要 其實我有兩首歌在選擇 另一首就是前排很紅的 就是《如果可以》 但我最終都是選擇這首 原因是因為今天我 終於拿一支結他出來自彈自唱 我以為你打算下一首歌 如果可以就放在進級的時候用 不是啊 今天也是想迎合 因為我知道評判 他們很體重的那種情感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我的情緒是會好一點 那我就最終選擇這首 希望自彈自唱的情緒會更加好 算了《獅子山下》 這首歌是我小時候 都已經很喜歡這首歌 一直都有聽 還有我之前自己 在街上也有唱的 現在對這首歌的 認識的程度 或者控制這首歌 很多部份都自己有信心掌握到 就是有些信心 即是當時的反應是否都很好 很好 每次唱這首歌都很多人為了聽 嗯 好 那Polly呢 我也是選了一首 由小到大聽的歌 《明天營要繼續》 都是我的40年的偶像 譚詠麟校長唱的 所以非常之熟 希望可以發揮得有感情一點 有看上集的朋友 就知道評判給分相當守緊 不少選手的分數都是大家意料之外 評判們都有分享背後的恩由 今天評判是否都開始守緊了 因為會知道對他們的要求會多了 是的 今天出奇地 終於不是經常我最低分 他們經常比分低於我 今天為何突然那麼殘忍 你為何突然那麼殘忍 對呀 你們已經殘忍了 我分數不是很受緊 但我評語是很受緊 是的 因為我就算給高分 我都說你有這樣的問題 你不改善我 我下次不會再給這個分數 是否對他們的要求都要離歌 要 因為20強 我們都希望他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假設他們表現會更加好 因為我想觀眾都會要求 他聽完了那麼多的評語 又或者他在過程當中 唱過那麼多不同的歌 無論是合唱的歌也好 又或者自己個人的歌 是應該對自己的要求都會高 他們四位都有他們的底資道 所以我給純粹很直覺的比分 但我也要參考他們的比分 標準是從甚麼出發 人性化一點 技術化一點 或是自己的標準是先行 我都要傳播 傳播中場我覺得都是不好 都是自己的想法先行 這日都吸引了陳詠俊 吳香倫夫婦來觀戰 他們都大讚參加者出息 他們今天看到他們的壓力都很大 但是他們個個都發揮得很好 當中有沒有覺得 哪位自己是心水呢 朱令爸爸 吳大強哥哥 還有羅啟浩 兩個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這裡有位做甚麼 對